卓西乡清水村一处实矿场9号发生大货车翻覆意外 49岁的苏星大货车驾驶在运大理石倒车 不知何苦整部车硬身倒翻 苏星驾驶虽然自行脱困但身上多出外伤 矿场负责人立刻报警由警销人员火速送衣 大货车就这样侧翻倒地 自行脱困的驾驶由实矿场人员陪伴等待救援 货报的警销人员赶抵现场后也随即接手处置 接或报案 于清水实矿场发生车辆翻覆意外 9号人员抵达现场后患者表示头部右后方疼痛 右有视线上的情形跟左膝有疼痛的情况 经处置后送往玉里农民医院 这一起大货车翻覆的意外是发生在9号下午 现年49岁的苏星大卡车驾驶载运大理石倒车 不知何故突然整部车硬声翻倒 车头挡风玻璃破碎 苏星驾驶虽然自行脱困 但由于身上有多出外伤 因此矿场负责人是赶紧报警送衣救治 苏星驾驶身上多出外伤 但意识清醒并无大碍 老板那你希望我们怎么协助 没有啊还是赶快上衣服 我们自己都用好 由于事故发生在实矿场区内 矿场负责人也向警方表示将会自行处理 记者是玉兰卓西采访报道 多不想通关注